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居部港人BILLY 今次这条影片就会为大家介绍一副最近新的DECK 就是这个黄色的大和ST-09出的 它跟之前的黄色卡尔或者黄色的大妈有什么分别呢? 首先它Leader的技能就是插冬在对手的回合 如果我们的血量只有2度或者以下就会加千弓 即是说去到2血的位置的血线 我们的头就会变成6000头 在6000头里大家有印象记得就是白胡子 所以它在操作上就会类似一些白胡子的操作 但是它是锁2度血 以前白胡子是没有0血的 所以它在危险程度方面就没有以往白胡子那么危险 因为以往白胡子我们铺了4元的Blocker 马可之后是会0血的 但是这只大胡子是会剩2血的 而它2血是一张新的Event 就是说在2血的时候就可以用一刀 就可以在一个Counter的Event 减减对方一只3000弓 同时如果血trigger出来 就是跟威国一样 是扔2手回回1度血的 但是它和黄色的卡尔有什么分别呢? 为什么会说是稳定度高一些 以及它是再强度高一些呢? 它基本上在大怪方面就是7元的大妈 和8元的卡尔 不会打10元的大妈 为什么呢? 因为10元的大妈 其实它就是要指定 是迫蚊海策团的leader 才可以上一刀血加自己一刀血 黄色的大和是和之角的 所以就用不到10元大妈 但是也不要紧 它是可以在7元和8元位 拍到7元、8元 同时经常留一刀 就可以做CounterEvent 而这副deck 因为它前期会不断放血给对手 所以这一张4元的速攻卡尔 就能打到 因为这一张4元的速攻卡尔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血比对方少 登场的时候 就可以看自己或对方的血 之外 就可以得到速攻 另外就是 基本的糖果人和饼干人 都会在血中跳出来的怪 在这副deck里面 我们没有打到这一张卡尔 因为不需要再吃血去加工 也没有打到白星 即是不会打银元公主 打了一张 最新也是 XT09出的 余田 它是7元7千公 插一东 可以得到double attack 而这张卡尔 被KO的时候 也可以扔两手 去回回一道血 另外有一张 也是XT09出的白弹 5元7千公 可以看到我们的deck build 里面 其实也是很多大怪 小怪 只有1元的这张布嵬 比如同果佬 都已经是5000以上 这些布嵬 都是2000側振的档 3元位 有时可以拍到这张狮子 就是这样的deck 前期放血 后面 就会不断所有血去打 在这个deck build 里面 我没有投入到这些blocker 有人可以考虑 投入这张trigger 血跳出来的blocker 或者是 純play2元的blocker 打了一个防守族 我现在的deck build 就是偏向一个 放血进攻型 立刻去实战一波 好 这是一个余田 他选了后攻 我们先攻 先攻这些play就不要了 诶 又有補嵩了 那就play for嵩了 那预期他都不会打我们了 那可能我一些牌呢 就 准备去铺牌吧 哦 他直接过turn 那 我们打他呢 诶 诶 对啦 他太好跳了 4-4 那我们等他吧 这位置 你能看见我 赔了4元卡尔 不是赔白板 因为 弓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宁愿留一张1000吨 在手上 好像就稳定一点 因为这回合 他应该会插冬 打我 那些打的 那我们拿多些2000吨 去挡他这个double attack 加 扔到墳 这个数量 那 插完万一 不会那么疯吧 那对手 都是想想要考虑 可能他看到我 撿了一张2000吨 上手 那他是不是 all in 万一打呢 这款黄色是大 其实他那个 重点呢 就是 手到去 八东 或者九东 可以做到大怪 那就 那我们就锁两血了 那我们就锁两血了 那我们就留两冬去吓对手 让他怕我们有这个2 rare 其实就没有的 哈哈 OK 对局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演戏 那 假设你是对手 看到我 这副牌 我没有用过那张event 那我现在有六手 留两冬 那理论上我都会有最少一张 那他可能呢 就要插多几冬去打我们 哦 他选解怪 那我们就陪活点 他也可能是期望 就是我交一支1000吨 然后 那这个大和去打我们的时候呢 就可以打得到两度 成功削两血 那我就很伤 真的 那这个位置我要交4000吨 那是交到的 我们先试一下撞牌 他应该要交给我的 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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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打他 对了 中招了他 我们两血 插了一冬 是6000头的 他就出了5000撞 如果他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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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对了 那就完成了 那 善用了它可以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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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排座解说吧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解说 就留个言话给我听吧 我们下次再拍吧 拜拜